这处位于边南乡温泉村东58线2公里处 也是通往温泉区的主要干道 这里的山壁属于夜沿沉地形 只要遇到下雨地震 容易发生沿沉松动大量石块玻璃 网路面落下严重威胁过往车辆及游客的安全 所以有时候很突然的就是说 没有风没有大雨一脱落 所以产生这一条是我们的温泉是一个观光区 主线道不然就是这条主线道 常常如果啪下去掉下来很危险 在争取到天渡台风灾害附件工程补助款 北南乡游所立即针对该路段 总长达30公尺的山壁 以着陆岩丁灌浆补墙的工法增强岩壁的结构 它打进去然后它这边就灌浆 然后它就有一个固解的作用 因为我们这个波面它主要是有很多的叶岩 然后它会有一些盐气 然后只要雨水会渗透进去 然后造成它叶岩会脱落 然后会有风落 会造成一些弱石大小不一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是观光药道 所以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会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要打钢钉进去 钢钉进去以后 用盐酸把全部的这一个风化石 用盐酸把它清除干净 打上这个钢钉 钢钉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加盖这个 再加上套网 把网靠上去以后 再给它喷浆 喷浆了以后 就是把这一个前面的这一个风化石 能够把它盐酸固定起来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施工的一个重点 这次施工将凿路岩钉达1200多根 初阶段完成之后 再针对壁面喷浆 铺设边坡防护网 以稳定壁面 增加山壁的稳定性 让未来路过该路段的游客 不用再担心 又会遇到落石砸下来的危险 冬太新闻张家伟 编达报导